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邀请国家会展中心党委副书记石黄军进行解读 石书记您好 第六届进步会全面恢复线下举办 您能否介绍一下本届进步会有什么看点和亮点 本届进步会亮点看点还真的比较多 我理解第一个亮点就是国际社会期待非常的强烈 参展的意愿非常的热烈 那么可以说进步圈越来越大 那么现在我们统计 有154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要参加第六届进步会 来自于128个国家的企业 3400多家 那么从虹桥论坛的参与度来看 重量级的嘉宾有300多位 我们今年的这个进步会国家展 全面这个线下举办 一共有69个国家和地区来参加 还有三个国际组织 同时设了五个主兵国 今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看点 就是中国馆 大家知道这也是我们在六届进步会中 最大的一次中国馆 今年的中国馆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主题 把中国这些年的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一些 最新的一些成就在这里进行展示 我们从企业展来讲 今年的企业展展览的质量更高 展示的水平也更高 今年的这个参展商里面 有非常多的世界五百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看到 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今年的企业展中 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 我们大概初步通缉应该是400多项 其中有些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 完完全全就是这个世界首发亚洲首秀 这个红侨论坛呢 今年的这个亮点也是这个开放的主题更加鲜明 那么请全球的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等等业界的这个知名人士来这里尝试对当今经贸和国际经济热点问题发表意见 也为中国和世界各方人士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 希望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参展的过程中 大家观展的过程中能感受到进步会是一个好玩的 是一个有趣的展会 能看到一些新特企的东西 能看到跟我们老百姓 跟我们普通消费者相关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选择哪些产品能够参加进步会 我们也是下了一番功夫 就是符合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这些产品 我们才把它引进来 我们想了就通过这种方式 更好的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家门口 看到世界上的最好的这个商品和服务 好的 非常感谢市书记 您能带我们到展馆去看一看吗 好的 很愿意 也很高兴 今天正好是第六个节目会即将开幕的时候 可能在现场能看到很多的产品和商品 我们在现场一睹为快 我们虽然是简短的看了一下 您跟我们说说您想表达了什么信息吗 进步会是我们的参长商得到了更多的实实在概的收获 基本上这三家企业都是共同特点 小企业 随着进步会逐渐的发展 老朋友见面了 老朋友见面了 这个要跟你在写信呢 给我写信啊 书记您为什么要带我到这个哈斯克斯坦的一个展位 今年是一带一路的十周年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哈斯克斯坦的商品的展区 大家知道哈斯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唱地 我们也非常的有幸啊 在今年的9月7号的时候 我和我的同事到了哈斯克斯坦去 也是就在这个纳扎巴耶夫大学里面 开展了一个进步会有关的宣誓活动 当时在开宣誓会的时候呢 就有哈斯克斯坦当地的朋友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他们就说中国进口波浪会非常好 也听说进口波浪会呢 对于企业也有很多的帮助 他想来参加 但是不知道 因为当时9月份已经是离进步会目 也就是两个多月时间 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 这个中间呢我们去了之后 我们也帮助他加快速度 包括管啊这个流程啊加快了 结果前不久 我们就很高兴地看到这个消息 说这家企业已经进馆了 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还没正式开幕之前 我们也来看一看 我们在这里创造的一个小小的速度啊 进步速度 石数据您刚才现场带我们看了展馆 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还有些问题想问您 那么实际上进步会呢是全球民旗好物的一个大舞台 我理解进步会最大的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持续地推动高水平的开放 那您认为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中国市场和中国机遇到底有多重要 我认为呢 当今世界应该说百年未有这大边区 贸易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甚至还有一些地缘政治 对于国际经济的这个复苏啊 是有压力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说中国进口不难回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这个意义呢 我觉得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个方面确实实呢 就让世界的企业 世界的商品 能够在中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这个中国呢 这个的发展 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讲 在国内能够看到 这个享受到 使用到世界上的好物 这也是为我们的产业升级 消费升级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条件 我觉得更重要的进步会的意义 在当下来讲 是提振信心 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稳定的预期 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 前五届我们统计下来 有两千多项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 在我们这个引进中国 所以通过这种人流 物流 商品流的这个交易 更加能全体这个世界是需要共同携手的 进步会自2018年以来连续成功举办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也没有中断 进步会为什么如此重要 确实像您所说的在这前三年啊 疫情期间进步会没有改变 办展模式更没有停办 这本身就是中国开放的一种信心的体现 进步会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新生事物 我们理解啊 进步会源于中国属于世界造福人类 为什么重要呢 我觉得对于世界来讲 就是让世界上的这么多的国家的企业 能够通过进步会 找到快速进入中国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渠道和方式 据我们统计前五届进步会中 我们一共实现了 三千五百亿美元的 这个进口商品的采购 这都是真真切切的大订单 对于中国来讲 通过进步会呢 也是世界上的好的产品服务 能够快速的为我们国内的高质量发展 和高品质生活服务 为我们的产业升级 这个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升级 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所以我们认为进步会 作用在当前的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 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随着我们的成功的举办 会越来越深入于心 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世界上没有的 就这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机场会 这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进步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商品服务 还在于通过进步会 全递中国开放的信息 让中国让世界在这里能够交流 我们讲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 那么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 进步会有横桥论坛 人文配套活动 在这里很多国际友人 很多的世界上的优秀的文化 人文产品在这里能够碰撞 我觉得我们搭建这么一个平台 就是向世界宣示中国开放的决心 我们永远坚持全球贸易多边主义 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市场打开 通过共建共享来推动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好 您刚才提到全球的企业 因为进步会而享受到了中国的发展红利 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 中国的企业和地方政府 也因为进步会而获益多多 那么进步会实际上是成为了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窗口 那么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进步会在这几年五年多来 不仅让中国的市场获益 让世界的企业获益 更重要的是 也确实是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 刚才也讲到 在这些年来 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通过进步会 快速发展 我手中有一本书叫 我的进步故事 今年我们还会编辑第二本 其实这样的例子就是 很多很多 刚才我们在展会的现场也看到 很多企业由小变大 都是在进步会的平台中逐步实现的 那么对于它来讲 就是中国的市场的巨大的红利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些年来进步会在发展过程中 也在推动展商变投资商 产品变商品 就是生化引进来 服务双循环 在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的过程中 我们就开始逐步的探索 让这些参展商更好的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发展 那么进步会在参展商 很多都世界上的优秀的企业 那么我们就拿今年来讲 2023年的筹办第六届进步会过程中 我们搞了两次 这个进步参展商 走进地方的系列活动 那么一共有300多家企业 参加这些系列活动 那么带动了相关的投资项目的推动 和逐步的落地 今年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周年 进步会实际上也是因一带一路而生 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倡议 和进步会相对异常的关系 这进步会确实是因一带一路诞生的 这就是2017年5月14号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峰会上宣布 中国要从2018年办好进口不来会 我想这近六年来 我们进口不来会和一带一路实现了相得益战 那么就拿我们第六期进步会来讲 是一共有69个国家参加国家展 其中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是64个 可以想见参加国家馆中的绝大部分 是我们一带一路的共建国家 那么从企业展的来讲 第六期进步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企业参展面积增加了30% 我想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 共建国家的高度认可 其实我们的进步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的理念 黄色的代表我们的一带 蓝色的代表一路 我们想的这个进步会表达的这个理念 就是开放共赢与世界这个共同发展 在这些年的这个进步会的筹办一线 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中国开放的这种理念和意识 是为世人所瞩目的其他的国家 有些推行的是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而中国恰恰是这个高举贸易多边主义的这个旗帜 让这个大家共建共享 大家共同发展 我们中国是言而有信的 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我想在进步会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一定会继续这个高举这个开放的这个大旗 您刚才说的也正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集展会 那么进步会呢是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创举 那么在当下有一些国家搞小院高墙保护主义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依然坚持对外开放 坚持举办进口博览会 那您觉得这个反映了中国怎样的一个发展理念 进步会五年来应该说是发挥了国际采购 投资促进开放合作 人文交流的作用 我们在进步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深切感受到这个理念就是开放 我们高水平的开放这是中国啊 这个坚定不移的举障 也是我们中国这个进口不朗会 在推动过程中去这么做的 以开放出改革 以开放出发展 以开放出创新 我们在这个国家展 企业展 横交论坛 人文配套活动中 都是灌在这个里面 那么在实际的工作的过程中呢 也确实是体会到 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举办 招展推介会 原先的会议室预定的 这个远远满足不了实际到场的人数 大家在看到 中国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是搞一场活动 实际上是给世界注入了一场 这个强心境 让大家看到 中国这个坚定不移的 让大家共同的 这个来这个共赢 所以说 这个开放的春风 温暖世界 这是真真切切的 刚才我们讲的 3500亿美元的 这个采购订单 对于当下来讲 经济复苏 乏力的时候 就是一个强心境 所以我们讲的 这个 今后啊 要把这个开放的这个理念 注入我们的进步会的 这个筹办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同时呢 也通过筹办这个进步会的这个过程 向世界所有的参与方 来全体 中国开放的这种理念 共建共享的理念 那么我们想的这个 这个过程呢 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也一定能够受到 各方的一个欢迎 好的 非常感谢石书记 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 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